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土耳其撤合戰場和平 普京智囊建議退守頓巴斯 台灣海峽那麼淺的地方 美日潛艇如何發揮作用? 蘇萊達危機高潮異國 烏軍政全面重組 阿加納斌成功推進 反倒是被大盜殺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冷戰情室 我是凌遠珊 今日節目有兩大塊 一個在烏克蘭戰場上和平曙光出現 在中共國內外支撐不住 對西方態度軟化 土耳其明確表示要促進雙方和談 普京專家們提出撤軍的建議 在俄羅斯國內掀起反對習近平政權的輿論 第二部分在戰場上 烏克蘭已經把俄軍在索萊達的進攻勢頭控制住了 正在改進指揮和控制 在兩者之間 我們要回答一位讀者的問題 台灣海峽那麼淺的地方 美日潛艇如何發揮作用? 下面開始我們的節目 烏克蘭前線還是打得如火如荼 但在地平線上 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烏克蘭的勝利 而且還能看到持久的和平 扎倫斯基12月21日在美國國會發表說話時 提出了10點和平計劃 在這方面只能說安卡拉 是這個計劃的幕後推手就夠了 就而土耳其外長克武什奧勞 支持扎倫斯基的和平方案 他相信衝突將在談判台上結束 同時表示安卡拉正在努力確保和平 這位外長是怎麼說的呢? 他在新聞發布會上告訴記者 我們正在看到外交的真正成果 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談判 例如交換戰夫、扎波羅爾的談判 特別是我們正在伊斯坦堡舉行一些會議 他接著補充說 我們正在與雙方互動 但有新的參數和現實 俄羅斯表示已準備好進行談判 這是很重要的消息 因為土耳其一直是最活躍的談判中介 或者至少是公開的 相信其他人都在告訴莫斯科 打過了吧? 安卡拉在這裡很明顯地告訴俄羅斯 他們不太關心俄羅斯的極端主義立場 俄羅斯越來越孤立 而且其中的關鍵是 新的參數和現實這句話 有哪些是新的因素呢? 戰場上烏克蘭的裝備和人員是越來越完備 俄軍經過夏天以來的烏克蘭腐蝕戰術 實力大不如開戰之初 這個不算完全新的因素 西方對烏克蘭的全面支持 都不算新的因素 那怎樣算是新的因素和現實呢? 那就是最近中共政權開始對西方態度軟化 背叛了俄羅斯 讓俄羅斯覆背受敵 同時 電報頻道SVR將軍都傳出了最新內幕 奉勸普京不要發動大規模的攻勢 不如退守開戰之前的邊界 這個從另一個側面展現出 俄羅斯對戰略環境的判斷並不樂觀 就而普京收到俄羅斯安全委員會專家組起草的報告 其中對前線局勢的分析預測是相當暗淡 報告認為俄羅斯軍事政治領導層 打算在今年頭幾個月準備的大型攻勢 不僅不會帶來重大成果 反而會造成大量問題 報告的作者指出 這是因為西方和烏克蘭不僅知道俄羅斯的計劃 都有能力擊退他 而且烏克蘭還在準備在春末進行大規模的反攻 這很可能會導致戰線崩潰 俄戰區被烏克蘭收復 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的進攻性武器 使俄軍在這場戰爭中幾乎沒有勝算的機會 大家知道周三波蘭已經同意支援炮爾坦克給烏克蘭 報告中專家建議 從習波羅爾和克爾松地區的領土上設軍 集中精力保衛頓巴斯 並嘗試與西方和烏克蘭 進入2022年2月23日的分界線進行談判 然後進行長期休戰 但在普京讀了這份報告後 和帕特·魯舍夫進行了討論 普京表示在這個問題上還有其他考慮 有必要採取不同的行動 普京計劃在1月底或2月初 召開一次安全理事會會議 之後會向俄羅斯人民及國家道馬發表講話 普京會做出什麼決定呢? 過完中國新年我們就知道了 昨日的影片中說過 在24次戰爭遊戲中分析師總結說 潛艇能進入中國防區 並對中共艦隊造成嚴重破壞 觀眾Louis Cheng就提出了問題 台灣海峽那麼淺的地方 美日潛艇如何發揮作用? 簡短的答案是 這些潛艇在打擊中共船隻的時候 必須用潛望鏡來觀察目標 因此水淺並不是個問題 不妨礙他們在三洲戰鬥中擊沉336艘中共軍用和民用船隻 就看是什麼代價 下面我們來談談具體的情況 這次戰爭遊戲假設的是 美國的53艘核動力、攻擊潛艇和巡航導彈潛艇 有40至50艘參與在台海獵薩共軍部隊的任務 這些潛艇四艘一組形成中隊 分佈在關島、威克島和日本還需賀的美軍基地 等到第一批共軍火箭下入侵的共軍艦隊啟航 一個美國潛艇中隊就會在合適的水深區域住宅 冰奇推演假設這四艘潛艇接連擊沉中共船隻8小時 直到船上的魚雷和導彈都用完 再返回港口重新裝彈或被共軍擊沉 在這兩種情況下 其他9至10個中隊會隨時上來一個中隊 接替這四艘潛艇的任務 就這樣一次一次輪換下去 開始遊戲的結果 在3至5天的輪換中 一艘美軍潛艇能擊沉兩艘船 在兩州的戰鬥中 所有參戰的美軍潛艇有168首次 共擊沉了多達336艘共軍船隻和民勇船隻 其中包括共軍最大的兩棲艦艇和水面艦艇 都可能包括航母 沒有被美國潛艇捏殺的共軍船隻 就是美國的軍炸機任務 大多數都被美國的隱形巡航導彈擊沉 因此軍炸機對共軍的打擊比美國潛艇更厲害 戰績遊戲表明 在台灣人和盟友的訓戰下 三週內 共軍的兩棲和運輸艦隊損失了90%的船隻 無法補給已經在台灣登陸的少數共軍 島上的共軍很快就耗盡了燃料和彈藥 只是美國的潛艇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中共的護衛艦、飛機和潛艇每隔三、四天 就能擊沉在台灣海峽發起攻擊的五分之一美國潛艇 大概是三艘 三個星期下來 接近20條美國潛艇和上面的2000名成員 就永遠留在太平洋的海底 但實際上 美軍不可能損失那麼慘重 共軍的反潛機055大區和各種護衛艦 在開戰之初就會被美國的隱形軍閘機專門釘上 尤其是現在 美國能夠從運輸機上成菌成菌地投放巡航飛彈 幾波運輸機過來遠程投彈 用不需幾天 不到一周 共軍在台海的水面船隻就會被擊中90% 下面是索萊達巴克穆特戰況更新 概括說危機遠未結束 但高潮已經過去 烏克蘭支援部隊之間的指揮問題 導致了索萊達幾乎失守 前線的一個營突然發現自己正在接受支援 而這個營的指揮官和上級 卻不知道這是緩兵 現在阿加勒的士兵都穿著烏克蘭的軍服 這種現象很容易引起不相有軍 周二早上開始 烏克蘭第46空降師從索萊達鎮中心 撤出了4號礦區 只在避免被俄羅斯的空降部隊 從布拉霍尼達方向攻擊 這些空降兵位於T0513公路東側1000米的地方 因此這條通往塞弗斯克的公路都很危險 但阿加勒並沒有包圍索萊達 同一天 進攻美山村的俄軍被悉素消滅 小村被烏軍牢牢地控制 巴哈勒特和斯洛文揚斯克之間的M03高速公路重新開放 但周一和周二俄國人控制了M03下游的皮圖約利 都是在周二 烏克蘭人報告說 索萊達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部隊留在原地 軍事分析人士認為 逐漸流出來的消息證明 索萊達差點失手 屬於指揮問題 很可能那裡的某個人確實從太多不同的單位 抽調了太多部隊 聚集到一個太少的區域 最糟的是 這是在沒有適當溝通和協調的情況下完成的 結果是來自太多不同類的太多營 甚至還有來自邊防衛隊和國民警衛隊 當然這些愛國者們積極性很高 很多人都有戰鬥經驗 大多數人都是訓練有數 但是如果不能協調好這些兵力 一切都是往然 至少是一個案例中 前線的一個營突然發現自己正在接受真援 而他們的指揮官和部隊都不知道真援已經到達 看到不認識的人穿著自家服裝 還以為阿加勒的士兵不及時溝通就不相有關 此外這些不同的單位有不同經驗水平和裝備質量 加上俄羅斯嚴重干擾烏克蘭的無線電通訊 這些導致通常表現非常好的烏克蘭分散式的指揮系統 在這場戰役中失靈了 這不是什麼以後再說的事情 而是必須立即解決的事情 不出所料 烏克蘭在索萊達和巴克穆特駐軍的全面重組已經在進行中 情況雖然還在危急狀態 但終於讓一些部隊撤離以減少指揮的混亂 最重要的是即使大炮的彈藥供應仍然不能令人不滿意 陣地設得太過頻繁 但烏克蘭還是決定繼續為索萊達和巴克穆特而戰 因為烏克蘭總參顯然相信 他們被俄羅斯人造成的傷亡遠遠超過自身所遭受的痛苦 過去兩天前線其他部分的事件都證實了這一點 在巴克穆特的東邊俄國人投入大量兵力 非常努力地推進都被非常努力地擊退 損失非常嚴重 在巴克穆特南部奧皮特內 特別是在克里什奇夫卡 俄軍這兩天的進攻結果可以被描述為遭受了一場大屠殺 前幾天俄國人至少用中世紀的方式推進 一個小組向前衝了之後就開始挖戰豪 其他的俄軍想辦法吸引烏軍的火力 一個小組被燒毀了再來下一個 直到那個戰豪挖到了30-40厘米深 和後方的戰豪輪接起來 俄軍就轉入陣地戰 起碼還能推進一點點 但這兩天俄羅斯又回到了人海戰術 乾脆不挖戰豪了 導演俄羅斯社交媒體聲稱 他們已經進入了克里什奇夫卡內部 但實際上他們進入了克里什奇夫卡以南的空曠地帶 那裡的高程低於烏克蘭佔據的西部山幽 來到這裡的俄軍就等於作死 被烏克蘭的火力摧毀 守衛在這裡的是烏克蘭的第三突擊女 由幾個型組成叫做阿束 但不屬於真正的阿束軍團 而是國民警衛隊的編制 都是他們在週五晚上到週六早上 把阿格納從索萊達趕了出去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希望大家訂閱、點讚、轉發這個頻道 感謝你的支持